好吃 好吃 谢谢你 比亚生是用目桌来感谢老师在这段期间的辛苦 第三顶日土理所比亚电礼 就当学生高兴的目桌 已经现场所有家庭陈长几宾的章章就让一家来电开 在今年的比亚电礼 第三顶日土理所是在要安排一个相当文心的厅面 就是让比亚生一日来向自己的家庭奉帝 二千万家庭联联一下 最后家庭也让小孩让上南座会 全会表达出亲情的爱 这个就是要让小朋友说 表现说感谢他父母生他 养他 教育他 然后他今天逢到了他第一次的毕业典礼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典礼上 让小朋友来奉茶给父母 来感恩父母对他的养育 教育 我想在这个感人的画面 我想会催人的眼泪 被遗旗的妈妈也要祝福你哦 恭喜你即将进入另一个探险世界 不要害怕家人是你最大的依靠 妈妈是你的靠山哦 要记得哦 文心的厅面 也让很多家庭是老下感动的面子 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家庭都感动的落泪 那其实我当时也是也是很感动 但是就是很算是很努力的把它忍住了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难以言语 因为就会觉得有点 感觉上小孩子好像已经长大了 然后不舍的心情会涌上心头这样子 谢谢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我爱你 我爱你 最后 比亚生也准备会礼来兴会 送给每天照顾他们最辛苦的老师 今年的比亚电影 就当我们新的气氛之下完完结束 记得出发表彩虹报道 好